两杆不同的枪就这样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黑色光芒终究还是破开了金色光芒 但杨乌迪的身体停顿了下来 在晃动中后退一步 两股距离碰撞之后产生的破坏力冲天而起 会客厅的房顶上顿时出现了一个直径无敏的大洞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杨乌迪第一次真正停了下来 黑色光芒从破魂枪蔓延到杨乌迪身上 那闪烁着黑光的第七魂环 瞬间将这一人一枪笼罩在内 是枪合影 观战的众人此刻都已屏住呼吸 牛高难难道 老山阳这人来了劲了 要把我会客厅给毁了 老星星 唐三能顶住吗 我也不知道啊 唐三真正的实力有多少 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你没看到他那十万年魂迹 到现在都还没用过吗 唐三双脚分开 抬起了左手 浩天锤凭空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什么 杨乌迪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但这并不影响他此时的状态 强大的气势 让杨乌迪身体周围所有空间都变成了黑色 骤蓝间 长枪喷吐出一股促如手臂的黑焰 直奔唐三冲去 唐三的眼睛亮了 亮起的是那华丽的紫金色光芒 轰鸣巨响 两股恐怖的魂力碰撞在一起 两种光芒都没有消失 就那样在空中正面碰撞着 只不过黑色火焰正在一步步向唐三的方向推进 太寒 牛高 白鹤三位组长都已经站起身来 目睹完全处于不利状态的唐三 他们此时的心已经纠紧了 只要这一战 小三能向老杨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 之后再拿出水晶血龙身当诱饵 让老杨脱下还是有可能的 可也像 小三 白鹤哪里知道 他那水晶血龙身刚到唐三手里就被小五给吃了 而唐三后面的计划全是以这一战为基础的 他不能输给杨无敌 否则的话 收服破之一族的机会就变得极其渺茫 杨无敌眼中的光芒已经达到了鼎盛 通体漆黑的长枪 全身释放的黑色光芒 将破之一族的灵力气势发挥到了极致 杨无敌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杨无敌身上的破魂枪上黑眼大射 直接轰击在唐三胸前 同时他自身在气急牵引之下 身枪合一 控制着破魂枪 直刺唐三胸前 不要 泰坦怒吼一声 大步冲上前去